三鷹 蕭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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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次做舞台劇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性 因為之前我是沒有試過做舞台劇的 因為之前可能唱歌跳舞 或者拍照做model 又或者拍電影 所有東西都是會分開的 但今次終於有一次機會讓我在舞台上把所有東西都放出來給大家看 而且今次舞台劇還是一個Live的演出 也要挑戰自己收拾音樂 怎樣可以收拾得好一點 還有希望可以流露出我自己想表達的東西給大家看 因為裡面我也會唱歌 希望大家也會欣賞一下我和大仔會有一部分跳舞 希望大家會多多支持我 舞台劇彩排的時候有什麼趣事? Rinky第一次演,當然由Rinky先說 Rinky快點過來 Hello 這次演舞台劇對於我一個新人來說是很緊張的 而且每一次都演的時候有很多新鮮的事件發生 因為舞台劇要不停 這個月我們大家一起會彩排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 令我最難忘呢 因為今次是有一個和大仔一個Kiss 即是一個倉文在台上 還沒親到大仔之前 我反而先親到蝦頭 覺得蝦頭的嘴蠻舒服 還有今次 因為舞台劇上有五個不同的角色給我演 今次會有一個很sweet很辱麻的 可能要和把對情侶說一些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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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次對我來說是很大挑戰性 很精神分裂 在我日常生活之中 有時我發現了我講的現在很多疊字 多了疊字 我不是第一次做舞台劇 今次是我第二次做 之前就和蝦頭去演過一個音樂的舞台劇 當時其實場地是小一點的 還有規模也是小一點的 內容也是短一點的 和他主要是演一些不同的情節和以音樂為主 但今次真真正正在一個舞台劇 有很多戲劇成分裏面 對我來說都是有很多難處 因為要演不同的角色 情侶也很幸福 被人飛 或者是很慘的角色都會有 趨勢就是在這個舞台劇裏面 有很多親熱的都是屬於我的 親熱的戲份都是屬於我的 無論我和Rinky 我和蝦頭 要抱要疼都是由我一個人搞定 都很開心 自己都覺得舞台劇是一個挺有趣的演出 我們平時練習都是為一次的演出 但今次不同 我們要演六場 要演甚至更多的場數 還有很巧即時反應 說錯了怎樣都會燈 那個其實挺刺激的 是 還有因為今次的舞台劇 是一個Live的演出 所以很多時候 可能看到我們都是 唱歌跳舞或者做戲都會分開的 今次就可以一次過 show off給大家看 最開心就是希望聽到觀眾會笑 對 初一出道的時候 會派很多不同的歌曲 慢慢去找自己唱歌的風格 亦上網會有很多批評 或者很多讚你 或者說你不好的 但我覺得 在我自己的立場來說 無論你是讚我 或者是攻擊我 我都會感謝那些人 如果沒有你們的攻擊 我就不會進步 所以今次 在舞台劇上面 亦都想唱一些歌給大家聽 亦都會有我將會派台的新歌 我接下來都希望 想嘗試唱到一些慢歌 之前我就跳舞唱歌 比較動感一點 今次希望情深一點 從我去年出道開始 我都覺得 我自己一直在進步 因為每一樣工作都是很新鮮 而且我覺得 我經理人經常教我 做新人 不只是做一年的 要做三年 那三年裡面的事情要做些什麼呢 可能舞台劇 主持 拍電影 拍廣告 很多事情都要去兼顧 拿很多不同的經驗回來 再去把自己放大 所以我一直都在吸收這些經驗 去把自己增值 最重要是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這個新人 希望接下來 會給大家更多不同的一面 讓大家看到我 粉紅貓 為什麼你會來看我們彩排